诸佛正法众众尊 知智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知智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知智菩提我归一 我以所行施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这一次我想说我们今天大概会想介绍到哪里 我们想说是不是他这边说在正修止的时候 是不是从两个地方来证据说 一个是说什么 去认识修止的违缘 以及正修止我们现在都在哪里 我们到目前为止是不是都还在说正修止的违缘 目前到我们一直在讲正修止的违缘 看是不是他从几个方面来去介绍什么 主要修止的违缘是什么 是我们对外在的条件也好 或者内心的违缘 是不是这两个 就是外在的条件的贪拙 内在的心绪的这个扰乱呢 对我们修止或者修定 乃至这边他后面准备要说什么呢 我对什么修止呢 我准备在这边因为这边是要发起菩提心 去专注一致的去修菩提心的缘故 后面这边所谓正修止的对象是什么 是不是用自他换去思维 那在于修止的违缘的时候 我们认识到的是上次我们说 从外在内在等等的时候呢 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开始他说什么 那对于贪拙的有分什么 对于内在的身体啊 或者外在的物品的时候呢 他现在是要说什么 那纵使我们最贪拙的 最在意的是什么 一般是不是就是自己的身体嘛 那我们看到这个自己的身体的 这种的各式各样 想要说各式各样来讲的话 可是实际来讲说什么呢 这身体它的本质 或它的本性是不是那所谓的 就是不清净的不干净的嘛 或者我们这几天大家可以看到 像我们常常 我最近我们常常如果不常常换衣服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本来就是不清净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是深色衣服 我记得我们上次是讲到这个 在修不清净的时候呢 他是不是说从两个角度说不清净 一个是什么 比较容易的去思维是不清净的是什么是 我们大家都会觉得感到害怕也好 或者讲到焰恶来讲 是不是那种人家已过世的那种尸体 从尸体以及尸体的变化而去了解 这种它的不清净 或它的不干净是不是比较容易的去了解 那如果知道这个尸体 或者这个思变会变成不清净的话呢 那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到最后也都是 到这边了 纵使是什么是佛陀释现也是到 这个最后来讲的话呢 那 把这个来讲说 那我们在纵使在活的 或者身体我们还在的时候呢 这身体变成什么 虽然是我们的工具 我可以去运用它 我可以去好好的利用去修持 但是什么 这个纵使在活的时候 这个身体是不是也是不清净的 我不管我用再多的肥皂 我用再多的香水 我再用再多的化妆品来讲的话呢 就是不清净的 反而我们今天也会讲到 吉天普他就说什么 他用那时候的批语 可是你看我们是不是 我们现在的一般的人 是不是喜欢用很多的化妆品也好 或者东西来讲 是不是就知道说 明明是不是这么漂亮 可是他要用东西来掩盖过也好 遮止住也好 如果我们平心静气来去思维的话 是不是就代表说 我就知道这不是这么干净的 这不是这么圆满的 这不是这样的 而我用另外一个方法 或者乃至我们现在是不是 很多人喜欢拍照的时候 一定要开那种什么美图 或者说什么美照 知道说什么 明明拍出来是没有这样子的圆满 没有这样子的清净 没有这样子的漂亮 但是我们要把它转移 或者转变的时候呢 虽然我们明明知道是这个事情 可是很多是还是 生起来还是那种眷恋的 或者贪着这个身体 但是今天 今天普萨就说什么呢 那再清净的 再漂亮的 再美丽的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呢 它实质上来讲也是所谓的什么 也是刹那刹那的坏掉 也是所谓的那种不静的在这个是死的 好 那我们上次介绍到的话呢 我们应该已经介绍到了 不静观这边的 那我们在不静观的时候 我们介绍到的是哪里的呢 我们是 我们到六十世纪这边来讲的话 应该是到这边 和我们准备开始从哪里的话呢 我们从后半段的六十世纪 所以我刚刚讲说 我们今天想说什么 我是希望说 我们今天可以把后面的这些的 去除纸的这个 违缘的这一部分可以介绍完毕 和到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就开始要正式开始说什么 就是它说正修止 可是正修止的对象 或者这边的静是什么呢 它特别开始要介绍的是 自他相患 我们要开始所谓的这种 自他相患的这种的修持法的时候呢 所以这边开始要 开始准备什么 振发菩提心 我们在修止 为什么我们说第八品 很重要的是什么是 因为第八品这边主要是以 入菩萨行认 他主要所要解释的 或者他主要针对的什么呢 可以说他的最主要的内容 是在第八品这边来讲 怎么去发起菩提心 发起菩提心的时候 就在这边 所谓的正修止的这个地方 就是以 自他相患之门而去升起的 从这边而作介绍的 那因为要获得佛陀的果位 我们说发起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呢 是希求佛陀的果位的话呢 只有愿望是不足的 一定要配合什么 一定要配合这空性的慧 才有办法获得圆满的佛陀的果位 或者只透由发心 只透由菩提心的话呢 那都还是只是一个愿望 一个希求 没有实际的工具 实际的工具是什么 是空振界或者了解 通达空性的这个见解的缘故 所以是不是在第九品 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慧品 紧接着后面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今天是希望可以到介绍 我们应该是把以上吧 从第六十世纪来讲 和六十世纪简单的 是不是说什么 他说我们都只是暂时的 好像假装看起来它是 清静的漂亮的美丽 不管是小朋友也好 或者我们正当壮年的也好 中年来讲也好 或者是老年来讲也好 这都没有因为年龄的差别 或者说长得英俊 长得美丽漂亮 什么来讲的话 实际上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来讲的话 再怎么样它就是什么 就是里面就是有五脏六腹 加着皮 应该加着肉 筋 血 脓 骨头 等等等等的 而用什么 一块皮包住而已吗 一个这个皮而包住的而已的话呢 那是不是我们看到说什么 是不是就像我每次看到 我每次都想的 我看我们新闻我就想到这个 为什么 常常我们新闻是不是在台湾 它如果有流那个鲜血 它会把它要变黑白 我们台湾蛮特别的 那就是如果有什么恐怖的 或者有人流鲜血的 要马上把它按掉 要把它那个按掉 我想说 因为什么 是不是 因为大家看到会什么 会畏惧 会恐惧 我们都知道这是来讲的话呢 那是不是 我说实直看 我们好像只是暂时的用皮 把这种 我们不敢看到的 不敢碰到的 不敢的接触到的 而把它 略略的把它包住一样呢 只要一把它一切开 一把它分开 看到现实的时候 是不是都会生起那种 害怕恐惧 或者来讲的话呢 那如果知道明明的情况 是如此的恐怖啊 只是用一个东西把它包住而已的话呢 那又有什么意思来讲呢 或是好像为了这个 舍生命啊 舍时间啊 舍掉自己的金钱 体力 健康 等等 为什么 为了这个身体而去做的话呢 它实质是不是就是一种 很恐怖的 或者是一个 没有 应该要让我们生起 这么样的去 好像贪酌 或者 好要欢喜的自己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东西 只是插一看 有没有把它划开 一划开 一流出一点血 哎呦我不要看了 我不敢看了 不敢看了 可是包住的时候 我们就 谁都爱的 都不舍的 是不是都有这样子 来讲的话 可是实质上 它的这种的 本质 或者真实状况 是一种所谓的 不清净或者不干净 好 那我们今天来开始 准备要开始说什么的话呢 那 我们在前面的 这个科判是不是说什么 第一个是说 思维此身为不清净的嘛 第二个是说什么呢 如果还继续贪着这个身体的时候呢 那 纵使这个身体 被送到斯陀林 被送到坟墓来讲的话 那也应该要去贪着了 不应该去舍弃啊 那我们在第三个来讲的话 是不是什么 这是当然说 所以因为这样的思维的话 应该说什么 不管是生的时候也好 死的时候也好 这个身体我们把它 执着为是清净的 所谓为干净的 是不是要把它遮止的 因此我们 在思维四地的时候 这几天是不是大家有常常 如果有去奇远吧 大家很多在变四地 以及我们在星期四介绍的 苦地的时候 苦地是有什么介绍 是不是有什么 有 苦 无常 苦 空 所以他为了要了解苦 是什么 就是想说 这些身体是不是清净的 这个 所谓的苦是什么 就是 苦的反面是乐 空的反面是什么 是 清净的 他是为了了解说什么 把 以为这个东西是长的 去要遮止 成为 无常 以为是能生乐的轮回 而认识为他是苦 他因为这个是什么 是由 业 跟烦恼 而隐身 出来的 苦的缘故呢 我们认为 或者认知这个 说什么 好像一个清净的 干净的 独立实体的 这个 我呢 实际上来讲是什么呢 他是 空的 没有这个 清净的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他什么 我们 从了解前面的 他是为 无常 为了解他是 苦 而因为这样子了解的话呢 要对于这个 身体也好 或者我们认知 好像有一个 独立实体的这个我 或者有一个 这个干净的我 可以主导的这个 身体呢 而是要去 遮止的 是不是 大家有 知道的话 我们所谓的空 跟无我 我们上次有略略的 叫做 何为空 何为无我 所以这个空 跟无我 就不是代表说 没有我 没有我的世界 而是说什么 没有一个清净 圆满 好像独立的这个我 好像是 完全的就是 很潇洒的 清净的 好像来讲 这个来讲是我们佛教 没有讲到 或者不认为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我值 因为认为 好像有一个清净的东西 有一个干净的东西 可以 主导我这个身体也好 主导我的这个心情也好 主导我这个一切 还可以乃至到什么 到泄脱的话呢 这都是什么 这个都是会因为是我们 在经书所谓的 因为普特切罗我值的缘故 这就是在所谓的轮回的根本 颠倒式 和唯有是什么 透游智慧才可以去断除的 那 在这个不断的思维的话呢 他说什么 透游 因为知道他是无常 因为了解他是什么 由一夜跟烦恼而生起的 苦的时候呢 是不是又知道说什么 这个我 或者这个之后 也不是那么的干净 或者执着这个身体是清净的 也都是应该去遮止的 所以这边来讲说 那最后 我们把执着这个身体啊 是什么 是清净的干净的 而去要去遮止去去除了 那这边来分的话 大家应该分说什么 来讲说什么 用那种 后天的任何的装饰呢 都没有 都无法 使这个身体 为变为清净的 以及说什么呢 因为这个身体是什么 不超乎是 是刹那刹那的变化 他跳脱不出来这个 刹那刹那变化来讲的话呢 他还是要透由 一夜因缘而这样子的变化 他没有所谓的 永久的 这个可以永恒的 这个干净清净的 以及第三个 为什么 那透由这两个 去了解的话呢 应该是什么 对于 这个贪酌 或怨念这个身体 就感到什么 有所谓的出离啊 或者去了解了 那第一个 来讲说什么 用后天的 这所有的这个装饰呢 也都无法 使这个身体 变为清净 来讲的话 什么来讲的话 我们说 第一个来讲是什么 第一个是 纵使是用 檀香 香水 等这些的 这些好闻的这些的 香气呢 也无法使我们这个身体 为清净 第二个来讲的话 从另外一个想的话 是什么 跟自己身体 没有关系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香气呢 为什么会使 这个身体 变成为清净的 是不是 呃 他的意思是什么是 你看外在来讲的话呢 实际这个身 如果 我用这个花的香 我抹在我的身体 这种是我抹在我的这个身体上面 来讲的话呢 那个好闻 不是我的身体 变好闻啊 是 那个花的香味 因为抹在我的身体 才好闻的时候呢 可是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 摊着的事 变成是 那个身体 而不是那一种的花香 实际上 这个花香 跟这个身体是两个 是个别个别分开 是没有关系的东西 可是不是会变这个片来点 乃至我说什么 现在我们 大家如果有看过拍戏也好 或看过那种的 化过浓妆来讲 是不是 所以什么 大家要看素颜 一素颜的时候 怎么这个人好像 判若两人了 是不是有这样子来讲的话 但是我们自己去想一下 是什么 看到这种 在荧光幕前也好 或看到化浓妆的 那些人 觉得很帅啊 或者很美 可是一素颜下面 是不是觉得说 好像完全 不一样的时候 可是会不会觉得很好笑 说什么 那个胭脂土粉 可以使这个人变得好像 换了一个面貌来讲的话 可是实际上 这个胭脂跟土粉 跟这个人的本质 是不是 完全两个事情 那跟它是没有相关的 那你说我们是 贪着的那一个人呢 还是贪着的那个粉 你说你要贪着那个粉 人家也不贪着 可是如果你是贪着 那个人的身体来讲的话 那人家为什么素颜的时候 你会觉得 怎么变了 叛若两人一样 是不是 这都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这就是用一种 骗局也好 或者一种颠倒式 但是我们贪心 我们的烦恼 就如同这样子 它是因为一些的 颠倒的 一些的手法 一些的事情 使我们看不清楚 被骗了 没有认识这个东西 所以他会生起 贪 嗔 乃至嫉妒 等等是因为这样子而生起的 所以第二个这边来讲说什么呢 他说如果 再去思维的话呢 跟什么 跟自己身体是没有相关联的 这个味道 如果去贪着的话呢 不是很傻吗 没有原因要去贪着这种 跟自己身体没有相关联的 这些的香气也好 或者我刚刚举的像那种 胭脂土粉等等 或者乃至说什么 更不用说这个装饰品 或者我们说这种的戒指 或者乃至耳环 或者乃至什么鞋子 衣服 等等 是不是 如果再去思维的话呢 这个是实际上来讲 跟这个人是没有关系 那你 我们贪着的 我们决定的是这个人呢 还是这个衣服呢 还是决定这个香气呢 还是决定这个人呢 到底是什么 那样子 好 那第一个来讲的话呢 他说什么 他说 因为这个不清净 或不干净的身体的话呢 是什么 是透由 檀香 或者各式各样的香气 的这种的香味 都没有办法去使它变为清净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以上的 我们一直在讲说 不管是我的这个身体也好 或者 这种 死亡之后的这种尸体也好 总之这个尸体是不清净的话呢 那有一个人会有一个疑惑说什么 那他会说什么 那虽然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时候 但我可以用什么 我可以用刚刚讲的 腌制土粉 我可以用香气 我可以用檀香 我用各式各样的把它掩盖住啊 我用把它掩盖住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可以什么 我应该去好好的保护 或者我应该好好去 就不要说厌恶这个身体了 我应该是 去使各式各样的方法去保护它 我用什么 我用最美丽的衣服 我用最好闻的香气 我用画的最漂亮的这种的 胭脂土粉 等等的去装饰的话呢 这个身体就变成是清净了 不会变成不清净的话呢 那在这边来讲的话 那个极天菩萨是用一记又一半 就是六句话来回答 一记又一半 它说什么 它说 在这边来讲的话 是这个来讲 它说什么来讲的话呢 它说 如果啊 我们 如果是在我们的身体 去喷这个香水 或者涂这种的香气来讲的话呢 那沾潭非它是什么 是 你看我们去想一想说 这个涂过去的香气实际什么 那还是沾潭的香味 而不是它或它的香味吗 是不是 也不是因为男生的香味 也不是女生的香味 不是它本身的 反而是本身它很臭啊 是不是 我们看 你看大家有没有 像昨天如果我自己都 因为我们坐在台上面 我下来我都觉得 整身都是汗臭味 因为在坐在那边 四五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 我说还好 我是跟人家离得比较远 或者都是在流汗 那汗臭味很严重啊 那每次想到说什么 那你纵使用喷香水 来讲的话 是不是说什么 就知道说我们本身的气味是 不好闻的嘛 我本身所流出来的这种汗啊 或者说浓血啊 或者什么等等 它的味道不好嘛 我们只是暂时的用肥皂 暂时的用香气 暂时的用什么东西把它掩盖的时候呢 可是实质上来讲的说什么 我用这些的香气 这些的味道 在涂抹 涂抹在自己的身体也好 或涂抹在自己的衣服上也好 那实际上什么 那是香气的功德 那是肥皂的味道 那是香水的味道 那是它这边的沾痰 因为大家如果 我们台湾可能没有生出沾痰 大家如果看到沾痰 它一般有分白沾痰 白色沾痰 它是什么 如果它有机会去南印度 很好玩的 我们现在南印度 因为它变成是国宝级树木 像我们在台湾 那个樟树 你看是不是不能随便砍药 在南印度 它说只要你这一块土地有生出白痰香 不管是私人土地也好 公家土地也好 你没有拿到政府的允许 你不能随便砍伐 所以很多人说 他们不喜欢在家里有檀香树 因为那个檀香树 很有可能会有政府的人来檀香 它很特别是什么 是它本身的这个树 它皮 肉 跟它的心都是香的 有一股香味 我们在台湾 大部分看到的檀香 都不是正宗的檀香 它都有混淆了 大家如果看过正宗的檀香 它是什么 它的 就跟我们一般素一样 它的心跟外皮会不同的颜色 你越靠外 你越买 越靠外的话 那是越便宜 你越到内心的那个 那是越贵的 那个 心的话呢 我们有去过以前看过 很奇怪 它如果你放在那边的话 那个树心的话 放在那边 你放久的话 它会自然 就流出那个檀香油 它会有自然的 来讲 如果大家有收藏檀香的 或者有保存檀香的人的话 大概有一种是什么 如果要保护这个檀香的话 你把它密闭起来 所以大家看到的话 如果以后有去印度 或者来去买的话 大家不要被那个 密闭的东西拿出来 被骗到 因为它密闭的时候 一打开 那是非常非常的香 那它可能会褪失的 所以保存檀香的一般的方法 它是要把它 一定要把它 密闭的 这才有办法的 那大家有看过 我们现在大部分看到的 檀香都是什么 都是那个外皮 外皮 大家很少会看到那个 那个 那个 那大家有看到我们 在台湾 或者在印度 卖的檀香灶 它是什么 那都是之后 它把那个树皮 那个血 等等的 再压缩 再挤出那个油 它挤出那个油之后 它再配那个灶 它再一起变成那个香灶 那个 不是那个 真正的檀香的形 那以前 为什么这个来讲的话 因为南印度 是最多的 檀香 它很奇怪 在西藏也有这种说法 印度有说法 它说什么 它说有檀香的地方 就会有大象 所以南印度 你看为什么 有很多的大象 它就是说 有檀香就有大象 它因为 像我们以前在 折磅寺 在甘丹寺 那边檀香比较少 比较多的在哪里 是在那个 夏命院在的地方 瑟拉斯的在的地方 我还记得有一年 我去夏命院 去听尊者讲法 我忽然你在后面 听到这样 有野象跑过来 你还听到那野象的大叫声 我说 这一次还看过 有看过那种野象 可是很奇怪 有些人如果有鼻痘炎 鼻痘炎的话 他们说 有檀香的地方 它的鼻痘炎会发作 所以我常常在台湾 我在看到我们很多 台湾有过敏的时候 我想说 最好不要带大家去那个地方 因为一有过敏 他们说很奇怪 有檀香的地方 会使人家的过敏引发 这是藏人跟印度人 在当地说的 所以他们很多人去 那时候我去考格西 很多我们一起伙伴 我们住在一起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住 各个疗房 可是那时候 因为一起要去 他讲我们就住 那几年都没有 现在的条件好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睡人家的仓库 他把仓库清出来 他把仓库清出来 我们就大概五六个人 六七个人 睡在人家的仓库 打地铺睡仓库 睡一个月去考格西的时候 我常常看到 他每一天在洗鼻涕 洗鼻涕 我说你在寺院怎么都没想 他说没有 来到瑟拉市的时候 因为那边 他外面有那种野生的檀香 那种我们不习惯的人 很容易使自己的过敏 跟鼻痘炎发作 很奇怪 可是因为 这样子的缘故 檀香是我们什么 我们一种自然的香木 大家如果不知道 所以来讲 那我们一般看到的白檀香 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 我在台湾看到 我们大部分 大部分的白檀香 很多都是 不是檀香 他们把它取名为檀香 可是实际上 可能都是什么 某一种香木 或者有一点是 可能有一点香 檀香油跟木屑混在一起 而它变成所谓的檀香了 因为它的檀香的颜色 我们在印度看到的檀香 没有这么一致 那种所谓的檀香 它不会 大家看我们木头 也就不是一致的木色 它怎么会可能 拋出来的这个穴 变成是一致的这个颜色 但是比较困难的 那种子它说什么 它说 是不是说什么 再好的味道 乃至我们这边是什么 我们这边不是用沾痰 我们是用什么 用香水吗 你用再好的香水 再贵的昂贵的香水 是不是一小瓶 可能上万块的做了香水的话呢 实际上香水是什么 是 香水的味道 而不是它或它的味道吗 那 何以因异香 贪着它身躯 那为什么喷了这个香水 就觉得这个多好多美丽 或这个身体有多清净 多 来讲的话 实际是不是什么 这个香气跟这个身体 是不是还是分开的 实际上就指什么 就是一个臭的东西 你喷了一点点的香味而已 那为什么喷了这个香气 就来讲的 就觉得 你看是不是 实际上它前面一记就讲了 它实际上就是什么 一个臭皮囊嘛 你连我们里面 里面是装的什么 都不敢看的时候呢 可是现在为什么 因为很奇怪的 喷了一点香水 喷了一点香气 就觉得说什么 我就要贪着爱的这个身体了 那身为若本臭 不贪其非善 那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要被骗 身体本身的味道不是这个香味 身体本身的味道是 臭的 会流汗的 会有什么臭味的 等等的这个味道来讲的话呢 那不贪其非善 那不是什么 不是更好 不是不去贪他 去了解他真实的状况是更好 是不是你看 我们说什么 如果我早知道 我不生三姐有多好 是因为不了解真实的状况 现在是什么 这个香水 或者胭脂土粉 或者乃之衣服 包装的等等的 是不是来讲的话呢 等于也就是什么 都只在骗自己而已 那如果知道这个身体本身就是 所谓的不清净 不干净的话呢 那不去装饰 知道他是这样子的话 或者不要使自己被欺骗 那不是更为好的吗 好 那这第二 第一个来讲的话 什么是 我们用外在的 不管是什么 什么的装饰 不管是用 物品 妆严 耳环 戒指 衣服 香水 他这边用香水 用味道只是一个庇域 他觉得在这外在来讲的话 我们用在外在的 再怎么样来讲 也没有办法使这个身体 变为清净的 我们只能去利用它 把它帮工具 好好的去思维 好好的维护 可是它本质上来讲是什么 它本质上就是会坏灭的 本质上就是所谓的不清净的 那第二个来讲说什么呢 那我们如果了解了 它本质 所谓不清净来讲的话 是不是 因为 与身体 没有相关联的 什么 这个味道 或者没有相关联的 这种的装饰 或者没有相关联的 这个衣服 鞋子等来讲 如果用这个别的这个原因 而去贪着 或者眷念这个身体来讲的话 是很不应当的 或者很不应该的 所以后面这句就是什么呢 就是 又是 一记又一半 或者就是六句话 说什么呢 它说 贪俗无聊背 为何生徒乡 若乡属沾谈 生畜何异味 何以因异乡 贪爱女生躯啊 说什么的话呢 它说 这边来讲说 贪俗无聊背 什么来讲的话 意思是什么是 没有意义啦 很无聊的这个世间的贪着了 你看我们 虽然是什么 好像觉得贪着对我有帮助 或者说 我要来讲 实际上什么 这个贪着是很无聊的 没有意义的啦 那什么 他所眷恋 所要要的 所要追求的 都是一种是什么 是颠倒的状况啊 我们这边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讲说 这个身体嘛 你看我眷恋我这个身体也好 或者乃至我说什么 我眷恋房子也好 眷恋车子也好 眷恋什么什么也好的来讲的话呢 这个贪着都是什么 使我们蒙蔽了 或者不了解实况 是不是刚刚他举的这个例子来讲 一样 今天不是要说 实际上身体是不清净的 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 你看我们都是用 各式各样的庄严 各式各样来讲 是不是有些人 我还碰过很多人执着是什么 你看人家如果剃光头 就觉得你怎么这么头啊 你如果头发有多好看啊 一直在骂小朋友或谁来讲 或者说什么 要用什么纹身也好 用什么来讲的 可是是身外之物的头发 你说你看你怎么长那么丑 前面一秒好像说好漂亮喔 头发一剃掉你怎么这么 这么丑的时候 是头发使人家变漂亮吗 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别人 实际上都不是嘛 它代表说什么 它的本质就不是那种 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这种的漂亮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说什么呢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 来讲的很没有意义的这个贪着 很没有意义的贪心是什么 是因为它贪着了这种的身体 它贪着了对象 它贪着了这个东西来讲 它是什么 它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想说什么 在这个身体上面去什么 去涂抹 或者说什么 用想办法来去掩饰 或者装饰出这种不干净的东西的 可是实际来讲的话呢 我们用一个香气满满的 这样来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 这是沾檀树的功德啊 这是沾檀树的功德而已 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身体它的功德啊 你涂了是不是 所以他说 贪着无聊背 为何而生涂香 你 我们这种贪着 因为贪着身体的缘故 还是什么 是各式各样的方法 你为什么要去涂这个香气来讲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种时候 你涂了这个香气 你装饰了这个庄严 我们穿着了再好的衣服来讲的话 这些功德都属于什么 都是属于这些物品的功德嘛 而不是什么 而不是什么 这一个味道 他说生出何异味 他说什么 这个意思是生出何异味 说什么 你再怎么样变化 再怎么样 也不是由这个身体 而生出来的香气啊 这个香气不是身体的功德嘛 是什么 都是涂抹在身体上面的 沾檀的功德 衣服的功德 装饰的功德而已 不是说好像我穿在这个上 我身体就变清净了 我身体就变多好了 没有这个嘛 那何以因异乡 贪爱女其身 那如果知道是这样子 这个香气也好 胭脂也好 装饰也好 放在身上 都不是身体本身的功德 是这些的装饰品 或者身外之物的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呢 那纵使用这种香气来讲的话呢 或者用这种的物品来装饰的时候呢 为什么那时候就会生起贪着 为什么那时候就觉得好像 我不能舍 我一定要得到 我一定要来讲的话 那是不是跟这个身体 跟这个人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嘛 实际上就是一个别别的物品来讲 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被这个与身体 与人 没有任何相关联性的这个东西 被欺骗了 而这个东西来只是装饰一下 而让我们生出了一种这种的 贪着或者一种颠倒的这个心思而生起了 第二个来讲 这个前面是说什么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说 再怎么的变化 或者再怎么来讲的 外在的这种的装饰来讲的话呢 都没有办法使这个身体变为清净的 那第二个说什么呢 不只是这个身体不清净的话呢 这个身体也是什么 它是也会坏灭的本质 它是有坏灭的这个本性 它说什么的话呢 它说 长发乌修爪 黄牙泥臭味 皆令人不畏 躯体致本性 刚刚对不起 这还是 这一个刻板也是 一记又一半 所以 躯体致本性 欲如伤以气 何故令风力 这到这边 到这边来讲 一句又一半 他说什么呢 因为这边来讲 说什么 他说 这只是一个人没有把自己打扮而已 只是没有打扮而已 他只是什么 他把那种头发离一离 那种什么指甲修一修的话呢 把它这样子装饰装饰一下 这个人又变得美丽了 又变得清清又变得干净的时候 那时候我应该去想要保护 或者想要去来讲 应该这样子的话呢 那回答就是这个 那回答是说什么的话呢 那如果假使头发变成了长了 指甲也变成长了 他说什么呢 那这个牙齿是什么 没有刷牙 也那个牙垢像什么呢 像泥巴一样 你看我们在被洗牙的时候 那牙垢是不是像泥巴一样的这样 被抠下来的 这个泥巴来讲的话呢 这说什么的话呢 这个所附在在 或者覆盖的是什么 这说什么 就是身体的本质嘛 本性嘛 他本性是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那说什么呢 那如果在这个时候 他因为是身体的本性 身体的本性这样赤裸裸的 面对出来是什么呢 是不是是这种 这种可 应该说什么 恐怖啊 或者能生部位的 没有那个好像说 身体来 就是说好像我眷恋了 是什么 他的真实的面貌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长发啊 那种 我们所谓的那种 所谓的 真实的面貌来看的话 就是不干净的 指甲是长的啊 头发是长的 或者面目是 污垢的啊 来讲的 乃之什么 乃之刷座这边来讲 牙齿不刷牙 你看是我们 我们每天要出去的之前 是不是都是这样子 我说我还没洗脸啊 我还没打发 我还没梳头发啊 我还没刷牙啊 我还没有喷香水 乃之在美国 以前是什么 他跟我们台湾有点不太一样 他什么 出门前都一定要先洗澡 早上一起来 第一件事情是洗澡 所以我现在 到我现在为止 都还有一点 习惯是早上去洗澡 那来讲的话 没有洗澡 好像觉得说 我没有梳头发 我怎么看到我这样子 这么丑陋的这一面 可是如果这个来讲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本性嘛 它赤裸裸的本性 如果是身为这样子 或者是恐怖的 能生部位的 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那 这么恐怖的事情 就如同像什么 就如同像 会伤害我的这个力气 伤害我的这个武器一样 它伤害我的武器的时候呢 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把它打扮 好像说什么 我说 总之这个人是什么 你自己要被这个武器去伤害 你还在那边每天在磨 在擦 在喷油 做什么的时候呢 现在是什么 每天自己伤害自己的是什么 它的本质就是那种 披头 露面 散发 牙齿的污垢 等等来讲 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去装饰的时候 实际上什么呢 这些的身体是对什么 对自己没有帮助 而是什么 而只是在伤害自己啊 伤害我们这个自己的时候 来讲的时候 在刹那刹那的变化来讲的话 这等于说什么呢 好像说什么 我们在那种 花很多的努力去擦 那会伤害我们的武器一样 花这么多的努力 而去说什么呢 而去擦拭 或者去好像装饰 武器一样来去做 好 那所以呢 如果了解这个来讲的话呢 应该什么 应该对这个身体伸出出离 这也是后面的一记有一半 一记有一半 所以他说什么呢 他说 那什么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 如果来讲的话呢 看到说什么呢 那因为这样子不明了不清楚 为什么 被贪着冲昏头的这些人啊 这个贪着或者眷恋 贪着的人们来讲的话 什么 因为不清楚真实状况 被这种真实状况 而迷茫了什么呢 是不是 花很多的努力 去把这个烦恼的心 让自己什么 让自己心绪扰了 像什么 像疯子一样啊 是不是 一个疯子是什么 是不了解真实的状况 而去做出 这些事情来讲的话呢 这个我们现在是什么 是因为贪着的缘故 使内心生起各式各样的烦恼 迷失了 迷失变什么 就变得像是疯子一样 在疯子一样 是什么 使这个满天下的 好像就是扰乱了 是不是 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周遭 当中我们看到这种 所有的是不是都什么 都是因为这种不明真实状况 被贪 称 冲昏头 我们这边才会各式各样的 纷争嘛 是不是 从国家来讲也好 家庭来讲也好 乃至身边来讲也好 是不是 因为贪着 或者乃至因为争取什么 我 好像说我要为我自己去牟利 自己来讲 那实际是什么 是因为贪着而把这个扰乱了嘛 所以 尊者常常讲 也常常在讲 我们说什么 在21世纪 如果我们想要 变成说 我们已经从20世纪来讲很多的错误 已经走过了 你看20世纪是不是满满的 从一开始到1999都是什么 都是战争 不断的战争 在从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或者全球的什么韩战 越战 那种中东战争 都一直这样不停的战争来讲 又伤人又伤财的话呢 可能取名是什么 我是为了和平 我是为了统一 为了什么 实际上什么 如果要真的是和平 要真的要是统一 或者大家要有心生乐的话 是不是真正的和平 是不可能用战争 不可能用武力 不可能用强压所得到的 真正的和平 也不可能说什么 我们用什么 我们打那种合约 或者签署什么的 什么协议来讲 那不可能有这样 真正的和平是什么 一定要从内心 内心而创造 有内心的和平 才可能有外在的和平的状况来生出 我们用因为这样子的 贪酌 因为这样子的 嫉妒 因为这样子的 过度的追求来讲 它只会带来更多的纷争 他刚刚这边讲说 呜呼满天下 因为呜呼满天下 这个祸乱 这些的伤害 都是因为这个来发生的 我们是不是看到说 以前的错误 是不是很多人取名是说 很好 我要帮助所有的人民 我要使大家都可以同安共苦 大家都要一致的来讲 可是实际到了那个位置 是不是因为到了贪酌 因为的某个缘故 使这个东西开始变质了 嘴巴说的很好 可是如果只要有贪心 只要有这个欲望来讲的话 就是这边所谓的 五乎满天下 他这个所有的祸乱 都是会由这个来开始 而创作的 所以呢 我们看了什么 说 他说 寒陵为见谷 易若生艳离 他说什么 他说你看 如果说什么 我们再说 我们 不要说别的 只要在寒陵 大家还记得什么 是不是就是施陀陵 就是所谓的坟墓 坟区 如果在坟区 只看到骨头 只看到骨头 我们就会 生起恐惧 艳离 害怕 这个艳离 所以我们说 出离 出离的意思是什么 出离的意思就是在我们说 生起出离心是什么 就是对轮回的艳离之后 而追求 卸脱叫为出离心吗 这才叫做所谓的出离 他要对什么 对轮回的艳恶 艳离 而去追求 卸脱我们才叫出离心 一样呢 那什么 如果我们在对于 坟墓区 或者寒陵这边 只要只见到骨头 内心都会生起那种恐惧 害怕的话呢 其乐活白骨 冲塞 寒陵 那说什么呢 那如果知道 他的真实的状况 是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们上次举的例子 是什么 他现在我们是不是就等于说 是 现在的所有的人们 不管是男生 或女生来讲的话 不是更恐怖吗 是一个活生生的 行动的骨头 我们去斯陀陵 去寒陵 去坟墓去看到骨头 为什么要害怕 他只是骨头而已 那个又不会动 又没办法伤害自己 那有什么好害怕 害怕的还是什么 是会动的骨头才害怕 那 会动的骨头 那这样子的话 是什么 充满的这个世界 我周遭的 乃至说什么 我们大家都是那种 在活生生的 会动的骨头 那才恐怖的 那个放在那边 已经不会动了 已经只是白骨而已的话 那没有什么 那没办法伤害自己 那有什么好要去害怕的 这没有什么好害怕 害怕的是什么 是那种真实状况 是如果是因为骨头 要生起恐惧的话 还是会动的骨头 才会要生起恐怖的 不只是恐怖 还什么 是我周遭的 全部充满的 这种什么 在我们城市当中 是不是 斯陀陵 或寒陵 都什么 在郊外 我们不要碰不到 真这恐怖是什么 是这个城市里面的 斯陀陵 城市里面的这个 火骨头 这样动 这才是所谓的 恐怖的那样子 好 那 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的话 他说 应该对这个 而生起 处理的时候 那最后我们来讲说什么 是不是前面的科班 来讲说什么 那如果来了解 这个等等的 这些过患来讲的话 这我们身体会生起什么 会让我们生起很多的 这种说什么呢 很多的过失 或者说什么 我们所谓不想要的东西的话 都会因为这个身体而生出来的 他说 那说什么 施贪得不偿失 这什么的话 可是我在藏文这边的意思 比较是说什么 是我们因为这个身体的缘故 不要说他有生出任何的功德 反而说什么呢 他让我们生出很多 不想要的东西 而生出来 这什么 又可以分为说 总说跟去广逝 那从总说或者略逝来讲的话 他分一个寄送说什么 他说 那说什么来讲的话是什么 是说 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来讲的话 那不管是怎么样 这个不清净不干净的这种的身体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一样 这个不干净的清净的身体是什么 是不是说什么 没有所谓的不劳而获 没有所谓的不劳而获 我想要去结婚 或者说用白话一点来讲 你看说什么 我从没有交女朋友 没有结婚 为了没有结婚 为了要结婚 为了没有婚姻 要有婚姻 等等的这来讲的话 是不是说什么 没有那种 不劳而获 没有那种白白的就会得到了 你不花钱 你反而交不到男女朋友 你不花钱 你没办法结婚 你不花钱 没有房子住 等等等等来讲的 是不是 这都是要花很多很多的努力 很多很多的钱才会 获得了 那什么呢 那 你看 虽然他的本性 本质 这个不管是男生 或女生的这个身体 或者他的身躯 都是不亲近的时候呢 可是我们是不是说什么 我们要花很多的钱 很多的酬劳 很多的辛苦努力 才可以获得 患得 去贪着 或者跟对方在一起 是不是说 父赐女构生 无仇不可得 实际来讲 这边 在藏文来讲的话 这边没有 在这个季宋 没有所谓女生 就是说什么 父赐这种的 不干净的身体 他没有针对是女生 所以我说 不管是男生也好 女生也好 都是来讲说什么 说 父赐女构生 无仇不可得 今生逐成老 什么 我为了这个 我为了这个缘故 在今世呢 是什么呢 是要花了很多的辛苦 很多的努力 为自己的身体也好 为他人的这样子来讲 所以你看我花了很多 我们是不是常常说什么 我把我的健康 我把我的体力 我把我的时间都 付出了 是不是 都付出来讲的话 为了什么 说的好像是为了 可以结婚 婚姻来讲 可是什么 这个不干净的清净的 认识这个实质的话 是不是都是说什么 我把我很多今生的东西都 赔上去的 不行是今生赔上去 把后世的安乐 是不是也很多都赔上去 都什么 乃至导致要到什么 遭到 这个欲是什么 是地狱的意思 这个欲不是我们老欲的 而是说地狱的 乃至到后世 要受到什么 善恶道 因为地狱以罪苦的这些 的危害 或者苦难都要遭受了 为了这个来讲 是不是很多人这样子 我说什么 我为了 什么东西 我去欺骗 偷盗 杀生 等等来讲 是不是你看 我本身不要这样子 可是什么呢 因为一时的贪图 一时的歹念 一时的什么 他今生可能会被关去监狱 今生可能付出很多的辛苦 今生的名 今生的身体 今生的健康 等等都付出去 但如果只是今生则罢 后世的 因为这个因果来讲的话呢 所造作的这个恶业 会导致到 生在说 善恶道等善恶区 来讲的话 是不是 短暂也赔 长远也赔 获得的东西是什么呢 最好获得的果报 真的如同像自己的意愿 所以说今生 有这样子得到的话呢 实际上什么 所得到的也是一个 不干净 不清净的这个果报而已 好 那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那么他开始分说 别说或者说广说的话 可以分为二 为什么呢 他说 因为纵使我依着这个身体 我想要所说什么 我所想的意思 或者我想 需求的 贪着的 也未必可以 也未必可以获得 那不仅仅是未必可以获得 不想要的很多东西的这种过失 也会说什么 就是 跟它相关联的 是什么 所想要的没获得 不想要的反而得到了 我们想追求的 如果付出努力得到 那还可以值得 可是什么 所想要的没得到 反而是什么 明明不想要的东西 可是就是明明是 是 获得了或不可分离的 用这两个课判去介绍的 那第一个说什么 所想要获得的 或者所追求的 没办法获得的话 分为四 为什么呢 说 根本是 没有时间 去享用自己所追求的 一个说什么呢 因为 苦 因为辛苦的缘故 没有能力去享受 因为什么 因为地方 或者因为近的缘故 没有办法去享受 和什么呢 因为他者的缘故 没有办法去享受 所以这边是不是说什么 根本是没有时间 因为辛苦 因为地方 因为他者的话 都没办法享受的话 很多所想追求的都没办法获得 怎么来讲的话 他说什么 那什么意思来讲的话呢 他说什么 你看在年幼的时候 年四都说什么 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赚钱 没办法去累积的时候 没有办法自己能力 所以说什么呢 那 我想说 我要快乐 我就什么 你没有钱 那你买不到东西啊 那有些东西到少年 有能力或者有出社会的 来讲的时候呢 那 那纵使有这个钱 有这个 他有办法带来快乐吗 是不是 他说 级长整享乐 是 这个来讲的话 有些人解释说什么的话呢 说什么 是 在年长的时候呢 纵使也不一定能获得安乐 可是我们以前听 市长们跟我们解释的时候 不仅是这样子说什么 那 小时候是因为没有财富 没有能力去 买东西 没有办法来讲 他想说 我到我可以自己赚钱呢 我要怎么怎么 我要怎么 那 纵使到有赚钱的能力的时候 赚了自己的一点点钱 我说这个钱 有办法带来快乐吗 这个快乐是买不来的吗 再怎么有钱 再怎么有享受 也未必可以买得到的 反而说什么 反而我接触到很有钱的人 是什么 我们以前在美国 好可怜 我说我们去他的时候 尊者说他也被请过 他去的时候 因为焦虑 他可能是 我们说 几身都用不完的财富 可是你一去他的厕所 因为美国 美国人习惯把他的药 都放在厕所里面 他有一个柜子专门放 他说一打开里面 满满的都是药物 可能说什么的 安眠药 抗 抗躁瘀 什么等等的满满的瘀 他说什么 你有那么有钱 你为什么有这等等的 等等的还是一样 再有钱 也买不了快乐 那是什么 纵使有钱 是不是很多有钱人 反而说什么 更多的疑虑 有没有人要来偷我的钱 有没有人来骗我的钱 有没有人会对我的 怎么怎么的 是不是 因为这个钱来讲 他也没办法带安了 或者我还要跟大家讲说什么 大家不要看 因为我以前认识很多有名人 他说之后大家可能 看到大家觉得说 有名气了 有这样子说什么 可是大家想说 你有名气 有再多的钱 他什么 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以后要这个钱 他要去外面花的时候 没地方 没地方买 你去哪里的话 他不自由了 我可以自由自在 所以我才跟老师开玩笑 我说老师现在也不自由了 他说还好我这次没有被选到当住持 我说住持就是什么 就没有自由了 现在想说想吃什么 想去哪里 想这个什么 这是逍遥自在的 那种来去自如的 有这个地位 有这个来讲说什么 我跟老师开玩笑 我说你赶快去 我们在这边还可以带你去走一走 去印度有在寺院的地方 你看到每个地方 每个人一看到住持来 就跑走了 要来讲话 你过来跟我讲话 不行 我要跑走了 因为住持来了 为了要恭敬 或者说你要在外面吃路变摊 也没法吃路变摊了 自己去想买东西 也不能自己去商店买东西了 因为每个人 等等的这个缘故来讲 都不自由了嘛 是不是你看 从少年想说 我有钱 我可以买钱自由 可是纵使再有钱的话 也不代表说什么 可以带来快乐 那什么呢 那有这样子 不断的这种累积财富 累积什么 财积受渐进 是不是每一天每一天 我的寿命 我们最多 就活一百多岁嘛 每一天每一天的时候 慢慢慢慢来讲的话呢 那到什么 累积到老的时候 累积那么多的钱 累积那么多财富干嘛 直到最后 直到已经年老了 享受也享受不了了 爬都爬不起来了 那累积的这个财富 是什么 一辈子什么 为了财富累积 要享受的时候 又没办法享受 那是什么 是为了后人吗 还是为了谁去累积这个 把自己的生命 把自己的时间 把自己或者我们用精速来 把我们这个狭满人生 都赔进去了 那什么 年幼的时候也没办法享受 没办法能力 在年少的时候 有办法累积的时候呢 我现在是要累积的时候 没办法花 到老的时候 已经没办法享受的时候 那一生不是就这样过了吗 这个来讲的话 是不是说什么 根本没有时间去享受 或者没有时间去享乐 来讲的话呢 很多所想要的 想得比实际 往往都好了 每日都会打个如意算盘 我怎么样到怎么样 怎么样到怎么样 是不是实际上来讲 都不一定能享用到呢 那第二个说什么是 那纵使是有去想要 或者受用来讲的话呢 可是什么 有些有欲望的 对这个身体也好 对事情的欲望来讲的话 什么 因为辛苦啊 劳力的缘故呢 也根本没有能力去享乐 或享用的 什么他说什么 多欲逼下人 白日劳物疲 夜归气力尽 深入始失眠 那是不是来讲说什么 他说有一些啊 他这个所谓的那种 所谓的多欲的 应该说多欲悲下人的话 是什么来讲的话呢 什么 这个傻的啦 他的意思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有些是那种被欲望的 被冲昏头的那个傻的人啊 或者不明是非的这种 那种所谓的下 那个所谓的什么 就是 必须是什么 可能是说什么 做比较卑微的啊 或者下贱的 或者劳力的 苦力的 当然没有所谓的不好 大家不要误会这边 几天葡萄酒说 哎呀但是有好 不是不是 他就说你看有些是不自主的嘛 不要说别的喔 我说别的 我们所谓的 以前那种白领 或者什么等等的差别 可是你看从 这种是白领工作 是不是也是被这样子 我很多是没有办法自由 人家叫你去做这个 我就去做 我只能听别人的驱使 只能听别人的使唤 不想做也要做嘛 不想要怎么来讲的话呢 那这样子来讲说什么 是太阳一出 就什么呢 就要去外面很辛苦的去工作了 太阳一出来就辛苦的工作来讲 那到什么 从白天整天都在外面 到什么到黑夜台这样子 筋疲力尽的这样子 才回到自己家了 那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 是不是有些都累到说什么 累到说我就已经像尸体一样了 就去睡觉就好了 那还有什么时间去享乐 或者来讲 这都已经说什么太辛苦了 像我说这几天我们才想说 我像这几天法会都这样 我跟老师说什么 我说今天我们大家休息久一点 为什么前面前年 五六点钟起来 赶快准备 要坐车到那边 从早上八点钟 开始到那边 一直到下午的六点多 我们回到家 都已经七八点的时候 这几天 有些我又要陪老师 再去看 大家去走一走 我回到家都已经 大概九点十点钟 我说赶快做一下自己的客送 没有想别的就赶快睡觉 只有想睡觉的时候 那在我们劳力的时候 是不是更为这样子 很多人是什么 是因为你说你不工作 那也没办法过生活 那生活为什么 为了养家糊口 可是为了养家糊口 那白天一大早就出门 到晚上所有的精疲力尽 回到家里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人说什么 你要不要吃饭 我不要吃饭了 已经累了 我只要睡觉了 不要跟我讲话 什么等等的话 是不是 他明明是想要为什么 我想要 离苦得乐 你看我们所做的 这个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真的是为了乐的时候 可是你说什么 已经累到了 根本没办法去享乐了 因为辛苦的话 连食指来去享乐 都没有办法了 而第三个是什么 是因为地方的缘故 根本也没办法去享乐 是什么是说 或许富他乡 长途历辛劳 虽欲会交期 周年不相见 是不是说什么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有些人是什么 很多想要说什么 我为了家庭 我为了幸福 我为了什么的话 他说什么 我去出远门 或者离乡背井 那要说什么 或者我跟我的爱人 去分在别的地方分居的时候 那内心是什么 内心虽然去想要说什么 遇到自己的爱的人 遇到那种什么 自己所喜欢的人 或者爱的人的这个缘故 可是什么 可是因为业力的缘故 因为什么 业也好 因为自己的工作也好 因为现实的也好 是常常没有办法如愿的 或者常常没有办法 如同自己的想法而做到的 像老师 我们之前也才跟老师在讨论 他说本来可以说 每一年或者常常来台湾 谁知道这样子 从我们搬进这个中间 到现在 你看几乎四年半 到四年半之后才 再到了中间是什么 因为疫情也好 忙碌也好 以前是还没有住职 可以来随便 现在当住职更忙的时候 是不是各式各样 各式各样的业务 就这样子来讲 那以一个深重来讲 我们还反而比较少 还外务来更少 那你看一个人的家庭 为了养家糊口 是不是很多是什么 可能是常年很少看到的 或者以前我们自己 大家比我还更了解 在家庭是不是有些什么 他需要去外面出差 有些是什么 明明很爱自己的子女 很爱自己的妻子 可是为了这个家庭的缘故 他可能是一个月回家一次 可能是半年回家一次 都是什么为了工作 你说没有人想要的话 明明想要想这个天人之乐 可是往往是因为 时间也好 因为地点也好 因为工作也好 想要想这个天人之乐 实际上也都没有办法 想说很多因为被逼迫 说什么要离乡背景 很多要跟 与家人分离的这种状况 是不是常常都这样子 大家也常问我 我说你看我说 我有没有常常看到我的家人 我说你看我妈虽然 我以前在印度更不用说 一年可能讲到电话一次 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那现在虽然在台湾 可是因为自己的交书的缘故也好 时间也好 虽然在台湾这样子 我们可能一年见到一次也好 或者两三年见到一次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来讲的话 那这就是轮回的本质 也就是这样子 以为说想要说可以一起享乐 或者享受实际上没有可以如同这样子的 真的来讲的 这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 时间也好 辛苦也好 地点也好 是不是很多的 我想要的 这个做的也都不一定可以获得的 那第四个是什么呢 他认为很多人是什么 因为他者的缘故 纵使有得到了也没办法 或者也没办法享受到 或者被享用到 什么来讲 他说 或人未谋利 因于卖生气 然利由未得 空水夜风去 那说什么的话呢 因为什么呢 你看有些人 或乃至想要帮助我的 或人未谋利 各个各个说什么 为自己想要获得 便宜也好 或者获得利益 或者获得好处的缘故 很多人不懂的 或者不知道正确的方法 因为鱼吃的缘故 纵使什么呢 为了这个好像 他为了好像认为 什么缘故 我们说什么 好像卖身一样 你看我们说 虽然可能我们没有卖出这个身体 可是我们是不是很多 都是这样子赔上了 很多人为了公司 很多人为了 什么什么的缘故 或者哪知我们是不是赔上 你看很多人为了生意 我必须要交际应酬 因为交际应酬 我必须要去喝酒 抽烟 熬夜 或者吃饭都不正常了 没有正当的休息 等等的缘故 这是不是等于说 虽然我不是切掉身体去卖器官 可是不是等于说 我把我的健康 我把我的身体都已经卖出去了 我为了这些等等来去卖的 说什么 为了这些的短暂的利益 或者为了短暂的好处 不了解 或者不清楚这个东西来讲 纵使把自己身体的卖掉了 想要去换取的话 是什么 燃力有味的 都不一定可以获得 你看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为什么 我们这是为了快乐而去做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不管是 是赚钱也好 学金术也好 什么都是什么 我们都是为了要离苦得了 简单一点来讲 都是为了可以得到快乐 离开痛苦而去获得的时候 那我们花了这么多努力 把我的健康 我的时间 我的青春 等等都陪上去的时候 都不一定能获得 反而是什么呢 是空随夜风去 什么呢 大部分是什么呢 都是我不一定可以 随我想要而去获得 都是什么 只好跟随着夜力 跟随着这种 听夜的这种风而转动 那个夜的吹来 是我们什么 不自足的 没有办法 像我来讲的话呢 或者被这个夜而去 吹走 吹赶什么 让我今后生 今生也好 后世也好 都没有办法 如我的愿望所讲 反而说什么 可以需要去受持很多的痛苦 不管是轮回的痛苦也好 或者说什么 我们在普道师弟广论 所讲的八苦 六苦 或者总之来 总设在为三苦当中的 各式各样的苦 是我们不想要也得到 是不是在极天菩萨 这边来讲什么 因为愚痴的缘故 虽然想要乐 可是不去造作了乐的因 虽然不想要痛苦 可是往往是造作了苦的因 如果没有乐的因 乐是有何处而来呢 如果虽然是不想要痛苦 可是已经造下了苦的因 苦怎么不会再来呢 是不是前面我们都已经 讲到来讲的话 是不是在这个轮回当中 他就是 虽然不是想要苦 可是往往的 就随着这个夜的风 所造作的这个业力而垂转 好 那 第二个来讲说什么呢 不仅是什么 我所想要的 享受呢 没有办法去获得 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 不想要的过失 也会掺杂 我不想要的来讲 而掺杂的时候 这边又可以分为什么 有五个 五个科判 第一个说什么呢 很多是什么 是没有自主快速的要舍去这个生命 第二个什么呢 因为 什么 因为他者的这个缘故 或者他的力量 不同的一个力量的缘故 什么 我们需要获得很多 我不想要的这个苦 会得到了 不只是很多苦是 各式各样的苦都获得到 它是什么 不间断的 如果这个苦受完 我们就间断的话 那还好 我可以吃得了 再苦我吃过也就好 可是什么 这个苦是不间断的 各式各样的苦 那种好像 一直不断的 一而再 再而三的这样 不断的不断的来了 这是第二个 那什么呢 那说什么 和这个所谓的 我们这样去贪着 反而说什么 会造成获得卸托 或者究竟的 安乐的这种的障碍 还什么 还使我这个狭满人生去浪费 这是第三个 那说什么呢 那第四个是什么 如果去思维以上的这些 各式各样的过患来讲的话 那应该什么 升起希求卸托之心 那第五个 来讲说什么呢 那如果对这种的欲望 或这种贪着 这些的各式各样的过患 都是由什么而出呢 去讲出这些的过患 是由何而生 这从这个五个科办来讲 是说什么 如果去贪着 这个身体 以及 这些各式各样的外在 内在的 等等的去贪着的话 这些各式各样的 不想要的过失都会产生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会说 那常常是什么 是不自主的 快速的要去捨 捨去自己的最最 保护的 或觉得最珍贵的 这个生命来讲的话呢 这边讲说是有两句 两句 两句 对不起 两句 说什么 说什么 很多还不仅是这样子 是什么 他不自主什么 他有些人是什么 是卖取自己的身体吗 我们刚刚讲的 他不仅仅 这个卖取自己身体 不一定是说我割下什么 我把我的身体的健康 我把我的体力 我把我的脑力 全部都是赔 都用这个付出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什么 不自主的被他人这样指使吗 我没有自主 我只能来讲 像什么 很多说我不想要做的 我不想要来讲 那是不是什么 因为这种的缘故来讲 没有说什么 我想要做的 我想 是不是很多人说什么 我不想去杀人 我不想要什么来做 我前阵子才看到一个新闻 我说我觉得好可怜 那个有一个 我们台湾有一个是 被选秀去当 要当直男 当选手 应该说他是运动健将 可是什么 因为交错朋友 去交黑帮 他被人家指使说 你要去打人 去杀人去 真的 他现在就被抓起来 又关起来 所以他把自己的前途 本来可以去打 台湾这边的直男 全部赔上去 现在要什么 因为 不自主 他没说什么 不是我自主 是人家逼我的 可是人家逼你 一定是因为你贪欲 或什么来去做的时候 是不是你把自己的精神 可能要做好几年的监狱 赔上去 第二什么 下一次的这种的 去欺压杀人 等等的业力 我们来讲的话 这个是只有一个去三恶道德 来讲的话 应该说什么 有些人是不是把 因为 这个贪着 把自己的身体都赔上去了 什么 自己的 我没有自主 可以说我要做 我不要做 你就只好听 他人的指使了 做什么呢 纵使自己的 因为缘故的话 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 没时间 没有体力 或者没有自由的时候 是不是 纵使是 比较夸张的例子来讲 说什么 纵使妻子是 临产的 或者临棚的时候 很多是什么 是不是 没有机会 或者没有姻缘 陪在身边 他要自己去什么 他这边讲的是以前印度来讲说 可能很 要孤苦伶仃的 乃至在什么 在森林 乃至在什么 在隐蔽处 为什么 大家可能没看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前几年 有看过一个电影 他们在拍那一个 讲印度的现况 不要说是五六百年前来讲 到现在为止 在印度的乡村 有很多人都有一个很错误的概念 很可怜 女性 女性很可怜 因为女性她们以前 在印度的乡村 她觉得说什么 如果我们自己家里面 有厕所是污秽的 所以她不让她在家里面盖厕所 所以很多女性是什么 要成群成队 要什么 只有早上 大家还没起床 可能两三点去跑到那个 很远的那个田里面上厕所 白天的话 她都不可以上厕所 因为没有别的地方 可以给她上厕所 她要憋憋憋憋憋 为什么要晚上七八点 又再找人家去 七八点的时候 那里面很多那种 很多色狼也好 很多的小偷也好 等等的这个时候 有这个一个过失 第二个过失还要什么 她说什么 那女性 因为她觉得说 因为女性每个月 会有来月经的这个 她说这个不干净 很多很 那时候印度的 很落后的 来讲说什么 她逼她说什么 要跑去一个肮脏的 误会的房间 她本来这个月的这个月经 全部去除掉 才可以回来 你这个时候 你是不干净的 不能进什么佛堂 不能去进什么神殿 不能进去什么庙宇 不要说是庙宇 连自己家都不能 她进去的 她那时候 还有一个很 很不好的概念 什么的 她就没有那种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那种的 现在女性用品 她用的什么 是一个很肮脏的 她要用什么 每个月都用的布 去把它清干净 所以那个细菌有多少 那个来讲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个来讲的时候 所以这个女性来讲 她要去生子的也好 你看生子是更大的一件事情 很多的连这种 大小便的事情 每一天都要做的 月经的等等的这些事情来讲 都要跑到一个隐蔽处 来做的时候 那时候以前他们说生子 都是所谓的误会 不干净的 要她到远方去生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的 纵使想要讲 都觉得很可怜 能够跑去一个孤苦伶仃的 一个无人处的地方来讲的话 不管在树下也好 或在什么 在那个隐蔽处 才要去做的来讲的话 要变成是要这种来做 那说什么呢 她说被 欲欺凡夫为求活而谋生故 这是什么意思来讲 说什么呢 那有些人说什么呢 有一些因为被贪欲 冲昏头的这种傻子 她这边是被贪贼 冲昏的傻子 为什么 为了好像可以 使我这个寿命 可以变更长 可以活而更久 来讲的话 我就觉得说 我要去 得到各式各样的受药 我要去赚钱 我要长命百岁 我要赚钱 我要快乐 所以要赚钱的时候 可是往往是不是很讽刺 我为了快乐 我为了要可以来讲 我去赚钱 我去各式各样的受药 往往是赔出自己的生命 赔出自己的健康 赔出自己的 来讲什么 那个有些人是什么 还要上战场 为了我说我为了快乐 你看我们常常讲说什么 所以我常常讲说 不管怎么样 我所谓我们要安居乐业 不可能是由战争来得到的 所以他说我为了保家卫国 我为了让我上战场 再怎么样 这个都不可能保家卫国 战争上面没有所谓的保家卫国 或者所谓的安乐的 这个两个是相违背的东西 相违背的东西来讲的话 是不是很多人本来是说什么 我为了可以有 可以安居乐业 可以使这个生命 可以长久的时候 那我要去赚钱 我要有各式各样的福利 那为了这样子 乃至要舍去生命 我都要什么 上战场的话 或者我说什么 我为了要赚取 一点点的利润 我为了赚取一点点来讲的话 那为什么变成是 他人的奴仆 或者听人他人的指唤 没有自由来讲的话 是要 尝受各式各样的痛苦 我们常常 我看最近 我之前也看过尊者有一份开示 也是这样 他说我们21世纪的最大的 应该说什么 很讽刺的或骗局的什么 我们人人都说我要快乐 我要不要痛苦 我要和平 不要纷争 但是我们所做的所为的是 我为了要更多的钱 可以过更生活好 我失去了时间 我失去了家人 我失去了体力 我失去了自由 我失去了各式各样的话 到最后 是不是我也失去了自己的快乐 明明是为了快乐 不要痛苦 可是我一一一一的所做所为的 所追求所得到的 是不是刚好很讽刺 我们21世纪的最讽刺的就是这个 想要最多的是 我追求的一件事情 所做所为所得到的 是跟这个刚好被弃了 我要的是快乐 得到的是更多痛苦 想要更多的时间 实际上是培养 培出去等等等等 是不是我们21世纪 或者我们常常讲的 第九无瑕的最大的讽刺 在这个地方 好 那 这一章是什么 是第一个科犯说什么 那我们变成是 没有自由 很多次是什么 不仅是没有自由 乃至说什么 要舍生命 或者要赔出去的 等等来讲 那第二个是什么 是为什么他是会得到很多 不想要的是什么 是变成是 随他的指使 随他的指使变成不自由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需要 常受 或者需要感受到 各式各样的痛苦 不间断的这个痛苦 需要去感受的 好 那我们今天 就先到这边 看我们下次会介绍到 所以下次 我会把最后的这个的障碍 我们还剩一滴滴 只剩下我本来 今天讲的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他剩下大概 有十个祭送左右 是在讲说过患 他这十个祭送过后 之后我们就开始会介绍 就是正修指 和大家也希望我们说什么 我们在讲正修指的时候 大家把以前 如果有对自他相患的错误的 的见解也好 或者错误的思维的话 我们把它全部 这次把它清干净 我们这次会以极天菩萨 所介绍的自他相患 来去做 像我们以前说很多 很多是什么是 人家的痛苦 我来背 我的乐送给人的时候 这不叫自他相患 有人说 好像你没有办法做这样子 我就没有 你就没有办法生自他患的话 我说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极天菩萨 佛陀 是不是也都没有自他患 为什么 因为我还是很痛苦 他的乐也还没给我 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所谓的 自他相患 菩提心 等等是什么一个 是心事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缘故 宗大师是不是在他的 最后面最后面的总结 他说什么 我们这边讲的自他相患 菩提心 虽然口口声声是说 我为他者的利益 可是实际上 如果真的生起的 这个来讲的话 真能获得利益的 或者所得到的果报是什么 是自己 好像人家会觉得说 如果我为他人去付出 我为他人回向 我为他人的去追求菩提的话 我会不会吃会 反而实际上什么 越为他人去 希求佛陀的国会 越为他人去修制他患 越为他人去发菩提心 等等的话 思维是为他人思维 获得利益 是自己第一个 获得自己的利益了 那我们从第一天在介绍 入菩萨心论 是不是也跟大家讲说什么 我们所修持的时候 这个来讲说什么 你说世界会不会 因为这样子而改变 或者来讲的话 我说不一定 世界可以改变 因为什么 世界是由他的业力 他的中心而行 可是我们可以说什么 我在面对 我在接触 我在碰到这个 同样事情来讲的话 我的心情一定可以不一样 事情能不能变 不是说我从修内心 地狱就可以把这个世界变得好像说什么 我修什么 这个全世界就变成是快乐了 这个整个世界地狱就空了 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什么 从我们内心改变 我们内心去思维的时候 去修持的时候 我面对 我去关带 我去碰到这些事情 我一定可以改变的 是不是最后 在吉林菩萨讲的说一样 我们不可能用牛皮去 盖过这整个大地 他为了要盖过大地是什么 怕有那种荆棘刺 石头在那边 那如果这样子 不如把这个牛皮 穿在自己的脚上 我一样的来讲的话 一样的效果 我用牛皮去盖过整个世界 跟我用牛皮盖过我的脚 而我去行走全世界 而且那不是一样的效果 一样的成果了 好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 那大家请合掌回向